画面中,郑踩着高桥穿过人潮的是来自湖南省密罗市常乐镇的高桥王子郑大军。 在当地一年一度的飞移常乐台格故事会上,凭借惊险刺激的表演,唯妙唯笑的模仿,以他为首的高桥队伍引得观众一片叫好。 郑大军告诉记者,从已四十多年里,他的高桥从一米加到了五米,今年还将首度挑战六米高桥。 在不断挑战高难度的同时,也希望为观众献上步步高深的美好祝福。 郑大军介绍,一副五米高桥的重量超过四十斤,对体能和平衡感都是考验,每次表演结束后总会浑身湿透。 为确保踩上高桥也能剑步如飞,今年四十八岁的他仍保持爬山和负重锻炼的习惯。 他说,踩高桥的秘诀就是胆子大,心态好,有耐力,尤其要享受表演过程, 这样才能将各种高桥上的角色诠释到位。 我们尽量去把每一个人物的特点去演好,那我们就要深入到那个人物里面, 不是去演他,而是去投资他,进入他,然后又在高桥上面去体现, 就像我现在是七瓶之骂官一样的,那么七瓶之骂官他有他的几种特点, 懒惰,贪婪,滑稽,那么我们就要通过高桥表演的形式体现他这种人物。 穿着戏服,头戴官帽,手拿折扇,摇头晃脑。 郑大军挥谐生动的七瓶之骂官形象深入人心, 也让不少年轻人对高桥产生兴趣。 如今,郑大军已经培养了60多个土地,小至8岁,大至24岁。 他说,为传承高桥培养好苗子是他最大的追求, 希望徒弟们都能超过自己。 我叫徒弟,我就是睡在地上,你踩着高桥,从我身上跨过去, 因为我要练,把小孩子,要用他把腿提起来的话, 所以小的小孩子就看到我,身把踩到我,他就不敢踩过去, 我说你不敢踩过去,那你就不要踩了,那我对徒弟的腰切也很严的。 随着精湛的高桥记忆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郑大军每年都会收到各地邀约,他积极参与并推介。 不久前,他受邀亮相河南春晚的表演《龙舞》, 踩五米高桥化身龙神登场,收获较好凡相。 成名之后,郑大军却将更多心思放在了组织家乡的常乐台阁故事会上, 婉拒了活动期间的其他邀请。 他说,家乡是自己表演的根,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民俗文化得到交流, 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 踩高桥这块,我们有南北之风,百方的话, 他们一般玩的是杂技,而我们南方玩的是高度,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高度和杂技融在一起, 大力去发展这个高桥, 明年可能我会邀请南北的高桥, 还有很全国的高桥,都对我们湖南秘若常常来玩一次, 把我们这个国家级的文化玩出来, 把我们的全国的高桥玩出一种新的高度。